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杨正安 大家好,我是林秋怡 相信大家知道 今天是我们的公公林沐森的九十大寿 也是他与婆婆廖树文的七十周年 钻石魂纪念 他们一起携手并肩走了七十年 听说从来没有吵过架哦 那你们知道林沐森在马来西亚的成就吗? 你们又知道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少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片段 拿督斯里林沐森 是林沐森集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主席 除了在建筑与房地产开发 整整付出三十年的心血 他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秉持回馈社会乐善好施的精神 夫妻二人从小就开始灌输十一位子女 家和万事兴 要有诚信 要谦虚 更要饮水思源 至今 子女们群策群力 齐心一致 经营林沐森集团公司 这些年我们的公公可说是苦尽甘来 因为成功的背后 往往暗藏着看不见的挫折 究竟她是如何一路走来的呢 请大家继续观看 林沐森父母林火和王玉 在1920年 从福建省安西关桥新春村 千里迢迢来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 林沐森于1930年出生 不料三岁的他因为调皮玩火 把房子和猪疗给烧了 算命师还建议把他卖掉或送人 父亲林火坚持把他留下来 为了帮助父亲林火减轻负担 年纪小小的他就和大哥牧水和妹妹亚扁 帮忙家中牧牛 种菜 割树胶为贴补家用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 林牧生越来越懂事 以及能言善道 无论与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都能融洽共处 再加上慷慨解囊的性格 让他往后在生意上获得众人的信赖 1950年 20岁的林牧生取了廖书文 能并肩共度70年 是上天的恩赐 也是彼此能无限地包容 陪伴 鼓励以及体谅 据说这两万五千多个日子以来 他们不曾吵架 父母已经是很伟大的 但我以为想 当然父亲是很严肃的 很严格的 从小我的爸爸对我们很严格的 所以我记得我爸爸每次放工回来的时候 我兄弟姐妹们乖乖的 静静的不敢出事做功课 妈妈妈在我心目中是最慈祥的 我没有看过她发脾气的 她最慈祥最善良的 到现在我相信 我小时候我的妈妈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我们兄弟里面我们尽量是听话 没有啦 就像是你不听话才是不会骂你的 不会是爸爸打你的 对不对 妈妈不会打 我打最多就是看 就是 哎呦 真的 厉害的 我呢 我算呢 妈妈从来没有骂过我的 就只有我姐姐骂过我爸爸 不是 她最小说姐姐一定要靠谱她 要骂她们的 这个最凶的 爸姐最凶 要照顾弟弟妹妹的 爸姐凶 二姐也凶 也更凶 哈哈 我不是凶 我是颜哥做不对我就讲了 因为啊妈妈做很多东西嘛 我要跟妈妈照顾我的弟妹他们 因为她做得很辛苦的 我看她做大战 我做大姐呢 要帮助妈妈 爸爸 爸爸他们来 帮她洗衣服 洗什么都有的 做饭的 大姐最棒 跟爸爸吃八姑爹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在这里 我不要做给爸爸妈 为什么你不要弄了茶种好了 给那些你的长辈啊 不管是小孩子都好 我孩子都好 我还是自己弄的 被人一种习惯了的 你们导给我的 给我导给 你看去拿导给我 父母亲 妈妈在等晚上 在这段时间 如果辛苦也好 他们也是 make sure我们是 住得好 吃得好 吃得饱 教育这方面的话 也是足够充分的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是非常非常地感恩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即使当年他再潦倒 也坚持向人借钱 让孩子把书念完 我那时 因为我们公司亏钱 爸爸要赚钱来补 补充公司 后来考到不好成绩 我打算不要读书了 后来爸爸问我 请我你不要读书 我不要请你 爸爸没有钱 不要请你没有钱 我叫你要借 借你读书 爸爸去国外 他有一点钱 他就给了大哥 第二个他说 三三说 你没有钱 他说 他还卖屋子 卖车 所以他可能 他有几间店的 他卖卖票 拿那个钱给他们 就收 为了让子女 能到海外 接受高等教育 他更不惜走出晚归 如今他们个个 已经成为 知书达理的 有为人士 没有辜负父亲的 一番栽培 在家庭 他是严父 也是慈父 深受晚辈的爱戴 与尊重 在事业 他给予每位员工 一分深厚的恩惠 与幸福的温饱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李牧生集团 究竟是如何诞生 1961年 拿督斯李林牧生 开办了咖啡厅 随后 他也买下两辆货车 成立林牧生建筑公司 主业为 沙石运送 随着他的远见 很快发现了 建筑业和房产业的潜能 于是 毅然决然 投身房屋 商业和工厂建筑事业 1979年 拿督斯李林牧生 参与中国驻马大使馆 庞大成建工程 拉近 且推广 中马关系 也深刻体现出 他的爱国情怀 一直到今天 中国驻马大使馆 仍然完好如初 更不曾经过 大肆整修 可见当年的工程 多讲究 多细致 1982年 在英国主修土木工程系的林福山 学成归国 在父亲的领导下 成立初期的林牧生集团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所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公司 一切都是父母亲所给的 因为当时 父母亲是很严格的 管束我们 赋予我们的兄弟 团界 不要受他人的影响 所以把公司做好 从2002年的上市 从林的地库 到林牧生集团 目前已经坐拥 4005英亩的土地 固有超过800位员工 更是建造超过3万间房屋 荣获超过50座大奖 老人家每次我在很小的时候 每次跟我讲到 中国的故事 是我们每次有这个 有对于中国 我们的家乡 有很深刻的意思 所以祖父也跟我 都看到我夫妻说 如果在你的经济意义下 在安息 回去家乡 做点 贡献 所以父亲在2000年 做了一条路 15公里的路 林牧生与几位兄弟联手 修建一条长达15.3公里的公路 被命名为林牧生公路 帮助当地居民 省下了花费在路上的时间 此外 他还修复桥梁 筑屋 拨款到当地学校 大大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 可以说是为故乡尽心竭力 2018年 他与几位兄弟姐妹 也齐心协力地 举办了纪念他们爸爸 灵火的晚宴 灵火家族世代相传 出席家族成员 多达500人 宴开百席 场面非常热闹 除了是庆祝灵火家族 在大马扎根百年 更是议员家族中 各长辈的心愿 感念老祖宗灵火的恩情 他对社会的贡献 是众所周知的 他建筑了双西威小学 大礼堂行政楼 也担任多个社团组织要职 如双西威老人院 永久名誉主席 雪龙灵氏宗祠名誉顾问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名誉 总会长等等 所谓虎妇无犬子 受封为拿都司礼的林牧生 除了长子林浮山是丹司礼 次子林浮园是拿都威拉 三子林浮城和右子林浮祥 是拿都司礼 二女林梅钻和小女林梅香也是拿都 可说是人才辈出 祭祭一堂 公公的丰公危机并非一直简短的视频即可数清 但对他而言 最大的喜乐就是用自己一生的付出 换来世世代代的幸福 祝阿公 祝阿公阿嬷 恩人爱爱身体健康 我们学到很多关于那些做人要厚道 做人要迁徙 做人要诚信 不要给人家麻烦 所以在这个社会上也得到人家的认可 所以今天我要将父母亲说声 感谢有你们没有你们 我没有今天 我也代表兄弟姐妹说一声 爸爸妈妈感谢了 爸爸妈妈你们最伟大的 在我心目中 对不对 永远最伟大的 对 爹丽妈咪 We love you 我们爱你 林沐生与廖书文白手起家 一路走来并非平步青云 反而几经波折才有现在的成就 他俩携手并肩 坚守道德原则 教人待人处事的道理 他不忘恩 秉持着肾中追缘的精神 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饮水四源 不忘行善积德 回馈社会 他更注重家和万事兴 只要一家人一条心 什么难关都可以越过 如今他子孙满堂 共享天伦之乐 他的理念和精神 深深地感染了 每一位林家后代 孩子们都孝敬他 遵守他的话 这精神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